欧洲地区局势动荡 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 从一开始的点火和道德谴责者 逐渐变成了幕后的获利者 欧洲在对待美国的态度 从一开始的紧密跟随者 逐渐变成了貌合审理者 这中间最大的变化因素就是 美国用乌克兰人的命来抽欧洲人的血 这个格局已经是越来越清楚 欧洲人自然也不是傻瓜 大变局正在来临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我们就看到了欧洲人在极力寻找 全球战略的支点 那就是中国 最近中国和德国之间的汉堡港的交易 以及德国绿党在中间 从这个反对者变成后续的妥协者 所反映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个大格局的转变 不仅在德国的内部 就连美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 也对这一笔交易指手画脚 就反映出这样的一笔交易本身 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和贸易的问题 更加是一次地缘战略板块的抉择问题 那么因此会牵动世界的神经 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也进一步的标志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 正在深入欧洲的腹地 围绕着中国在欧洲地区的布局 以及当前欧洲局势的走向 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说道说道 德国经济部10月26号宣布 允许中资国企中原海运收购了汉堡 福地集装箱码头 不超过25%的股权 汉堡港是中国与欧洲之间 海上和大陆货物运输的重要物流枢纽 汉堡港口与物流股份公司旗下的福地码头 是汉堡港四个集装箱码头之一 去年的9月份 中原海运开出了6500万欧元价码 来收购福地码头35%的股权 这项收购计划在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引发争议 包括了经济部、国防部、情报部等6个政府部门 一开始都表示反对 理由当然就是关键基础设施 不要落入外国人手中这一个说法 当然也是非常的保护主义的一个视角 在德国因为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而饱藏苦果之际 许多的德国人也在为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感到担忧 那么支持收购的人士则是认为 这样的一宗交易将会提高德国汉堡港的竞争力 中国也在敦促德国不要把整个经济贸易的正常行为 收购计划犯政治化 那么现任的应该说田一任的汉堡市的市长 也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舒尔茨 是这样一宗交易的支持者 他日前也警告 与中国脱钩可能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 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 舒尔茨近日将访问中国 这也是从2019年11月份以来首位访问中国的欧盟领导人 批评者则认为舒尔茨推动收购方案是为此行铺路 根据德国批准的最终妥协方案 中原海运只能够收购福利码头24.9%的股权 而股东需要持有至少25%的股权才有投票权 经济部说这样就把中原海运的角色局限在 所谓纯粹的财务参与这样的一个定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在例行记者会上评论此事时说 合作是互利互惠的 希望有关方面来理性看待中德双方的务实合作 停止进行无端的炒作 上述这些最新的进展呢 我们也必须看到 在客观上就标志着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 进一步深入到了欧洲的腹地 那么这也一定会让大家来想问 是什么样的因素让德国总理舒尔茨 坚持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 这个答案本身除了德国的内政 我们前面也谈到了舒尔茨本身 就是德国的汉堡市的市长 那么他在整个的交易过程呢 应该说是非常的熟悉 而且支持这一笔交易的 或是交易本身带来众多好处的呢 很多也是舒尔茨的支持者 那么因此呢 为支持者为这样的一桩交易啊 投下赞成票 本身也符合舒尔茨的这个立场 舒尔茨所在团体的利益 那当然这是来自于德国啊 内部局势的一种考量 那么除了内部 舒尔茨所在的团体利益之外 更大的原因或许呢是在外部 那就是美国以及欧洲局势的大环境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最近一段时间 都经历了些什么 目前的客观现状就是 美国正在吸走德国的制造业 给欧洲留下永久性的伤痕 数额暴涨的能源账单 难以解决整个供应链问题呢 正在让欧洲的经济 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但是 他们在大西洋彼岸的门游 美国似乎正在 从这一场的混乱的危机当中 得到越来越多的好处 美国正在受益于欧洲企业迁移到美国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美国经济是欧洲能源危机的最大赢家 以及美国是如何破坏欧洲的等等 这些标题呢 都是最近一段时间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 德国的商报等等这些西方媒体 都关注到的现象 受到天气价格飙升的打击呢 欧洲一些生产钢铁化肥啊 这些制造业 那么企业呢 都将整个业务转移到美国 因为美国的能源价格相对更为稳定 那么比较便宜 对劳工权利以及生产安全环境的要求呢 其实也比德国低很多 一些州还对欧洲的企业 出台了针对性的优惠政策 来吸引这些企业呢 搬到美国去 这些都意味着欧洲企业的利润 将会这个增加 那如果搬到美国的话 想然这样的趋势呢 对于欧洲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情 一些经济学家也已经发出警告说 欧洲或许将会进一步的步入一个 去工业化的新时代 欧洲制造业可能会留下 永久的伤痕 美国这种挖墙角的做法 那么让欧洲的一些行业 永久的搬迁 整个竞争环境 那么也就会越来越有利于美国 相反的就会越来越不利于欧洲 不利于德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发表文章称 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 和难以解决的供应链问题 正在威胁着欧洲的工业化 而美国公布了大量的激励制造业和绿色能源的政策 相对稳定的价格 相对优惠的政策 就迫使着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一趋势的发生 欧美竞争的天平正在向美国倾斜 注意到这一现象的远远不止美国华尔街日报 美国能源新闻网站Oruprice 在25号发表题为 欧洲面临能源密集型产业外流的报道 同一天 爱尔兰考察者报发表文章 特别谈到欧洲工业在飙升的能源价格重压之下 不堪重负 报道提及欧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德国大众所发出的预警 如果能源价格不降下来 那么他们可能会将生产转移到德国 和东欧以外的地区 随着俄罗斯和西方对抗加剧 欧洲能源市场持续动荡 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 27号跳涨约两成 再度重返200欧元每兆瓦时的大关 在一些经济界人士看来 尽管欧洲试图把能源需求转向加拿大 美国以及卡塔尔等国 但是短期之内 这些国家很难替代 俄罗斯成为欧洲主要的能源供应商 这也就意味着至少到2024年 欧洲可能都会面临天然气价格高企的问题 就在德国陷入能源危机时 美国加大了吸引的力度 那么美国抛出众多的橄榄枝 不仅能源便宜 税收减免 土地供应等等 实际上这样的一种竞争的态势已经形成 在此情况之下 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趋势 就是越来越多的德国公司计划搬到美国去 就在不断的发生 也在不断的刺激着德国的经济界的人士 以及德国的政府界的这些政治人士 上述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后果 将是非常之严重 会使得欧洲面临去工业化的时代 留下永久的伤痕 欧洲现代外交期刊 直言不讳的指出 随着资金大量流入美国 欧洲将会陷入越来越落后的窘境 在当前情况之下 除了向欧洲人销售产品之外 一家公司在欧洲做任何事情的理由都越来越少了 那么一直呢 为欧洲提供最低成本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俄罗斯 正在被制裁扼杀整个欧洲的市场 那么即使这个我们说资金的这个主人或是相关的企业家 他自己不移动 可是他们手上所握有的资金呢 却是不断的在移动 随着欧洲的财富不断的外逃 当然主要是流向了美国 欧洲呢就会变得越来越落后 那么期刊还认为 正是现在的欧洲和美国领导人 自己导致了欧洲的衰落 如果没有他们 这一切情况不可能发生 是这些政客把欧洲的经济带上了衰退的境地 而美国的经济呢 则是逐渐的繁荣了起来 在此背景之下呢 我们就看到了前面所谈及的 德国总理舒尔茨所发表的多次表态 和最近的一些讲话 那么和之前的调性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最近 舒尔茨就批评美国 认为美国拜登政府所推出的削减通膨法案 将引发一场巨大的关税战 最近一段时间 欧盟的官员也开始公开的反对美国 对其国内电动汽车市场实施税收抵免的计划 他们表示 这将会使其他地方所生产的电动汽车处于不公平竞争的劣势 再比如欧盟的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 欧盟担心通胀削减法案中的一些歧视性的因素 他还谈到 欧盟正在评估这一法案 是否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 东布罗夫斯基斯还认为 与中国脱钩不是欧盟企业的选择 他认为 欧盟应该继续以实用主义 而非天真的态度来和中国接触 而且还谈到了欧盟的贸易关系和中国之间 需要更多的平衡和互惠 他呼吁更多的关注更好的分线管理和多样化 而不是让彼此分离 当然让德国人和欧洲人开始关注自身立场的 这个以及自身国家利益的 恐怕也和北溪管道被莫名其妙的炸掉 至今陷入罗生门也有关系 虽然这背后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怎么回事 但是却没有人直接的站出来 我想这些个态度的展现呢 会在其他美欧合作的领域陆续的展现出来 回到我们节目开头所谈到的内容 这一次中德双方在汉堡港的交易呢 实际上对于中欧的贸易 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意义 那么我们说呢是有标志性的意义 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呢 它本身就是欧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也是一带一路在欧洲地区的重要节点 这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欧洲的重要港口 经由汉堡港转运的货物占据中德贸易的半壁江山 汉堡也是中欧班列的重要站点 与中国之间的货运班列这个数量呢是稳步的上升 因此汉堡被德国人称作是中国通往德国和欧洲的门户 因此呢我们说中国企业与德国汉堡港之间的这一笔交易落地之后 那么等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通往德国和欧洲的门户呢 就更为稳定更为确定 近些年来呢在全球船运业务呢 那么整体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之下 各个企业也面临巨大的压力 汉堡港正是依靠参与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 那么在与北欧主要港口的竞争当中呢 来展现出它的优势 汉堡港位于德国的西北部 靠近一北河入海口的汉堡呢 拥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战略资源 最近一些年来 汉堡市积极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 成为连结中德双方中欧双方合作的重要桥头堡 汉堡港的这个营销协会官方网站的资料显示 每周定期从汉堡出发 到中国数十个目的地的运输线路高达数百条 包括像汉堡到北京到长春 这个长沙成都重庆大连 这个哈尔滨啊等等 反正呢 中国几十个城市与汉堡港之间的这个啊 贸易的往来呢都非常的频繁 每年在汉堡港转运处理的中国海运货物 那么它的这个数量呢达到数百万个标准集装箱 2018年 希腊 葡萄牙 意大利 卢森堡 瑞士和中国相继的签署了 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 而且呢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这个路特丹 西班牙的马德里 德国的杜伊斯堡和汉堡 都争相成为一带一路的区域枢纽 因此呢在这一次的啊中德之间关于汉堡港的交易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不仅有美国还有一些欧洲国家 甚至呢连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呢也跳出来说话 实际上呢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 那么中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呢非常之广泛 美国当然不希望中欧之间的任何进一步的关系的进展 那么因为进一步的拉近包括一带一路包括港口贸易 包括未来的经济上的合作呢 美国呢都是不乐见的 而法国的发言呢更是有趣 他认为欧洲的重要的基础设施呢不应该让中国的资金进入 可是呢我们也看到了法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 包括中法之间关于这个核电站的共同建设 在全世界也拿了很多的订单 那么我们不能说港口就一定比核电站是更重要的基础设施 这两者之间对吧 孰中孰清呢实际上都涉及到的是一个利益问题 那么在中欧之间的合作过程当中 法国呢一直也是希望能够是一个领头羊 因此呢 法国不乐见中德之间在重要基础设施 重要的贸易航道上的合作 因为在过去呢 其实中国与希腊之间 中国与荷兰之间 都已经有港口的相关合作 那么当时的啊 这个法国为什么不跳出来呢 显然这里面的重点并不是中国与欧洲之间一些港口的合作 重点是德国 也就是法德之间的情节 实际上这个问题本身呢 一般人可能谈到西方 认为他们是铁板一块 谈到欧盟 认为是德法两国是铁板一块 啊 那么这种看法本身呢 就有一点非黑即白 事实上 他们之间呢 也是有这样的一种竞争关系 或是贸易上呢 彼此之间也有一些余量情节 那么目前呢 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积极的响应 融入一带一路的站建设 2012年的时候呢 中国就和中东欧启动了 由小到大 由浅入深的 16加1合作 在经贸 人文 教育 科技 青年 等数十个领域的合作 实现了机制化 基于欧洲二元结构的困境 欧洲国家可以与中国联合制定 合作愿景规划 加强在新能源 在生物技术 在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 等众多领域的合作 来构建制度性的经济合作框架 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欧洲国家 可以在金融机构网络化的布局 在投融资领域 在金融科技领域 金融的监管等等 众多的领域呢 彼此间开展合作 德国在欧洲的重要性呢 我们说不言而喻 那么特别是在高端制造业 以及贸易方面 都扮演着重要的领头羊的作用 因此呢 这一次中德双方在汉堡港上面的合作呢 就标志着中德双方的这个 在其他领域的务实合作 那么有一个标志性的 关键性的进展 甚至包括德国的绿党 他在重要的内阁当中 扮演着很多部长级的岗位呢 在一开始的反对 到后续的妥协退让 当然在整个股份占比之上呢 有一些调整 但是我想呢 本来谈判嘛 对吧 交易本身呢 有一些妥协 我认为也是正常的 那大方向上来说呢 中德双方能够实现一些啊 重要战略基础设施上的合作呢 它是具有一个指标性的意义 这个意义本身 甚至可以说是超出了这笔交易本身 因此这一次中德汉堡港的合作 我个人的看法呢 它在一定的意义上 也标志着德国重新回归默克尔的时期的路线 那就是理性务实的对中路线 是不是德国呢就已经完完全全 百分之百彻底的回归了当初默克尔的路线呢 很难说 我们说时空环境不一样了 对吧 包括欧洲局势 那么俄乌冲突还在继续 那后续走势呢 还有很多不明朗的地方 包括美国的媒体啊 在欧洲在西方世界 所掀起来的 那对中国的很多不友好的报道 那么也让德国这个内政方面呢 暗流涌动 特别是德国的绿党的一些啊 不同的看法 所以说是不是这个回归到当初的默克尔的路线 也考验着舒尔茨本身 凝结德国内部 甚至是欧盟内部的团结力啊 能不能做到真正的欧洲自主 欧盟的战略自主 或是德国的战略自主呢 当然有很大的问号 但不管怎么说 最起码呢 现在整体的局势 随着这一笔交易的落地呢 出现了很大的反转 那么随后我们看到 德国的领导人呢 来出访中国的过程当中 还会带一个财经的代表团过来 还会有多少的合作项目落地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观察 但不管怎么说 无论如何的动荡波折 那么最符合德国国家利益的路线 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路线 最符合中德双方 中欧双方利益的路线呢 一定会胜出 这种理性和务实呢 它会更为长远 那么这样的一种对中战略 我想呢 中德双方也罢 中欧关系也罢 那么未来呢 也都能够逐渐走回一个理性务实 急稳回升的路线 那么中欧双方一带一路的合作 也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以上就是本期和大家分享的观点 欢迎大家给我留言讨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